在去年疫情严峻冲击之下 华山基金会为独居老人募集年菜成效差强人意 为了协助送暖孤老长辈 数位天空有线电视 联合新北市议员黄永昌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黄永昌议员并准备了面条类的民生物资 带来关怀新意 华山基金会我们的土层天使站 跟岑上有这欢迎说 募集现在一份的 这要让这些老大人用的民生物资 今天关态好像比较少 所以说英昌华物厨跟我们数位天空 快来救大家 来共襄盛级 一人出一份 这样快把他给我们这些老大人 寒冬比较好过 这几年人口老化 独子化 家庭结构改变之下 独居长辈有增加了趋势 但受到疫情影响 捐款数量减少 数位天空持续发起员工 爱惜募集捐赠年菜 另外带上其他的生活物资 让老人家有更多的温暖 我们把我们的年菜 送给独居老人 同时我们也捐了许多的物资 希望让我们独居长辈 都能够在农年年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温暖 新冲物资或者是年菜捐赠 都能帮助到独老平安过好年 数位天空希望 以在地媒体力量 号召更多人发挥爱心 共享盛举 让他们感受到各界温暖 记者张怡勋 土城报道